我国20万一辆的反坦克车究竟有何了不起之处 性能公开可以虐杀任何主战坦克 敬请关注本节目 近期以武士九九士主战坦克纷纷开上了血域高原 展示了钢铁洪流的强大威慑力 然而在同一区域出现的对手是全球排名前十的T90主战坦克 一时间关于几种坦克在高原地区较量 谁能获得优势成为了焦点 实际上中国在高原地区对付阴氧气不足动力下降的主战坦克 根本不需要出动坦克 只需要大量出动苍廊超轻型全地形反坦克车就可以 这种类似于越野模特车的反坦克作战平台 可以由直升机大批量投放 拥有极为强大的机动能力 可以发射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轻易虐杀任何主战坦克 据介绍 灿廊反坦克车实际上是一种全地形车载导航武器系统 在不加装武器的情况下 全重只有350公斤 该车使用了一种特殊轮胎 拥有极为强大的复杂地形适应能力 可以在高原 山地 丘陵 河流等多种地形快速行驶 如果在高原地区使用的话 凭借其更小的体型和更快的行驶速度 能够更快部署到一些坦克无法到达的区域 在与坦克对战时能采取取群狼围攻战术 轻松将其虐杀 仓廊全地形车载武器系统 可以携带火箭炮 机枪 榴弹发射器和反坦克导弹 最具有特色的是携带反坦克导弹时拥有的反装甲作战能力 这种反坦克车一次可以携带三枚反坦克导弹 是当今世界上最小的反坦克车 配备的是外貌TR-4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最大射程为6公里 采用红外成像引导投制导 可以发射后不管 甚至能攻击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 在作战时 以此出动十辆苍狼全地形车 就可以倾泻30枚反坦克导弹 可以击溃营级规模的装甲力量冲锋 苍狼全地形另一大优势就是便宜 20万一辆也就是家用轿车的价格 T90坦克在国际市场算是最便宜的主战坦克 一辆也要400万美元 要比苍狼全地形车贵多了 在海拔超过4500名的雪域高原 T90配备的900马力发动机动力要下降50% 机动能力和反应速度都明显下降 苍狼全地形车在设计时 就考虑到高原地区的使用 可以机动灵活地采取各种战术 对付T90 可以说越是各种不方便坦克进行的地区 苍狼全地形车就越能发挥出优势 总之 苍狼反坦克系统展示了中国智慧 为经济条件有限的国家 提供了对抗现代坦克的可能 完全可以在高原地区展示大战神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